大家好,这里是安波华语足球快讯2023年8月19日 周日凌晨,英超第二轮迎来一场焦点战 届时由热刺主场对阵曼联 热刺过去九次和曼联的英超对决 期间仅录得一胜二合六负的劣迹 而最近五次对赛更是遭遇一合四负的不胜战绩 负率高达八成 如今,百百合的实力不增反降 面对红魔鬼的强势来袭 球员心里为战先切的热刺是一主场沦陷在即 热刺本赛季并不被外界看好 球队在开赛前便失去了效力多年的核心哈利卡尼 而立维则是秉承一贯的千令作风 虽然今下在詹氏麦迪逊的争夺战中脱颖而出 但封线阵容并没有得到补强 整体实力不增反降 也难怪百百合会对纸经济争成坎坷 热刺进攻端没有哈利卡尼这个支点 让本就在上赛季表现下滑的孙兴民雪上加霜 他与理查列陈安达迪在首轮的状态都难尽人意 反倒是新元詹氏麦迪逊的表现令人喜出望外 上仗对阵宾福特 此次全场贡献两次助攻并有六次关键传球 被英超官方评选为全场表现最佳的球员 有詹氏麦迪逊的兜底或许不至于让热刺的进攻端颜面尽失 但如今球队的防线似乎暗藏隐忧 进两场各项赛事中热刺合计失六球 而从热身赛至今球队尚未有过不失球的记录 要知道白百合已经连续五场与曼联的对赛中单场至少失两球 本就难以抵挡后者攻势的热刺失意恐遭主场沦陷 阵容方面 门将费沙科士达和中场拜恩基尔等人因伤缺阵 另一边乡 相比上述热刺 曼联金下签下多名强员的操作与前者形成明显反差 美臣曼智、A奥纳纳以及拉斯梅斯赫基隆特因伤缺阵等都是极具个人实力的球员 其中A奥纳纳的曼联首秀令人印象深刻 这位开麦龙门将与狼队一亿高阶低档贡献六次铺就 选择出击的时间以及处理后场球的判断能力出色 服已由陆基舒尔和拉菲尔华拉尼等人所组成的后防线 让狼队多达23次射门都无法转换成为入球 相比防线 曼联中前场的阵容更为豪华 首战坦哈格便安排了马古斯拉舒福特、美臣曼智、安东尼玛图斯、班努费南迪斯、阿力真度加拿组五位攻击手正选 相信无论是哪支队伍的后防球员都不愿面对这样的排兵不振 其中马古斯拉舒福特作为上赛季的头号射手 此子或会成为曼联此行挑战热刺的胜负手 皆因马古斯拉舒福特最近两次做客热刺都取得入球 期间个人独造三球、两球与一次助攻 鉴于曼联占据对赛网季的上风 并且纸面实力亦更胜一筹 综上所述 金扑里应看好曼联再下一城 阵容方面 还有门将汤西顿和中场高比美奴等人音商无缘披挂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再次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照片栏目 大签行动 相当ès就成功了 一分钟 当查看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